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 这期中国历史十大昏君 盘点并非是那种简单粗暴的昏庸之辈 要知道中华上下五千年 渊远流长 博大精深 皇帝四百多位 明君不少 昏君也很多 伟大的明君几乎都具有同样的优良品德 但昏君最有利的皇帝们却各有各的不同 所以今天我们盘点的十位昏君 是在历史长河中很有名气 十分传奇 但却颇具争议的十位帝王 能上榜 未必代表他们是最昏庸的 但却是昏君队伍阵营里 最有代表性和研究性的 排名不分先后 评价十分主观 好了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比一比看一看 谁才是最昏帝王 第十名 宋辉宗召集 上榜里有 做个才子 真绝带 奈何生在帝王家 辉宗是个相当有才华的人 是的 你没听错 不是有才华 也不是很有才华 更不是特别有才华 而是相当有才华 他擅长书法 自创受金体 笔法飘逸 笔试潇洒 那是相当的好看 不仅在当时很有名气 而且风靡后世 流传至今 他喜好绘画 尤其画画鸟 自成一格 画画画灿烂 画鸟鸟飞翔 栩栩如生 十分逼真 一度为外国学者 称为魔术般的写实主义 艺术家 活脱脱的艺术家 但这样一位艺术家 偏偏是北宋王朝的末代皇帝 皇帝在宫里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上午琴棋不破 下午诗次歌赋 老邻居金朝 磨刀祸祸 准备对宋朝出手 宋徽宗一看这不行 这金朝是打过来 我指定打不过呀 打不过到时候 北宋灭亡了 我不成王国之军了吗 于是他二话没说 把皇位传给了 这点儿子 宋金宗赵桓 甩锅侠 妥妥的甩锅侠 结果可言而止 赵桓比他还完蛋 金军攻破 北宋独城开封 秦惠二帝 军被俘虏 兽军屈辱 惨死敌影 总结来说 宋徽宗赵极 是个胆小懦弱 不懂承担 只会搞复华享乐的 昏庸帝王 他虽然在艺术圈 是个大神 但在皇帝圈 却基本混不下去 实在太似了 宋国宗赵极的故事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学文不学武 妄为北宋人 第九名 宋光宗赵沟 上榜里游 跑南没有赵构 以后我就不看了 赵构是个逃跑达人 南宋建立之处 风雨飘摇 但毕竟是个王朝 和老对手今朝碰一碰 结果也尚未可知 但赵构二话没说 把身边的主战派官员 全部开除 踏上了自己的 传奇淘宝之路 身后的金人 穷追不舍 他从河南商丘 逃到杨株 从杨株逃到镇江 从镇江逃到杭株 从杭株逃到绍兴 从绍兴逃到宁波 从宁波逃到周山 最后干脆整了两条船 漂泊到了大海上 很悲惨也很滑稽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但对赵构来说 却没有一块土地 是属于他的 有人说赵构逃跑是对的 看似狼狈 且没有作严的逃跑 却为南宋 保留了有生力量 如果当时赵构 大张旗鼓子跟金朝干起来 肯定打不过 搞不好就王国灭容 那么问题来了 南宋没有兵力吗 南宋没有人人之士吗 南宋没有想要 积极抗战的大臣吗 有不仅有 而且很多 但赵构一概不用 他只亲近主格派 那南宋如果和金朝打 就一定会灭亡吗 不一定 也许会灭亡 也许不会 可如果没有拼死一战的勇气 灭亡不灭亡又有什么意义呢 到底是保存有胜力量 还是借着这个理由 一味妥协退上 答案自在人心 赵构在这边逃跑 南宋的主战派们 在外部战场上 却取得了突破性的胜利 著名抗金将领 民族英雄岳飞 在战场上把金人 打得是暴头乳酸 眼看战争就要胜利 赵构却把岳飞给呼一回来 直接处死了 杀忠臣 是赵构一生都无法抹去的污点 有人说是岳飞公包外主 有人说是岳飞 想要把被金人掳堵的 金花儿地接回来 反正不管怎么说 是岳飞动了赵构的蛋糕 这种思路是真的清奇 不在昏君身上找原因 反而在忠臣身上找理由 赵构联合秦桧杀害岳飞 残害忠良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他搞过经济 繁荣过难度发展 改革过制度 但就凭这一点 赵构只能是个昏君 第八名 隋杨帝杨广上榜理由 实在不明白千古一帝 这种称号是怎么落在他身上的 让我们看一下 那些支撑杨广成为千古一帝的理由 杨广颁布大业律 完善国家法律 是中国法治史的一大壮举 但事实是 杨广同志后期穷车急欲 横扔暴敛 导致百姓纷纬起义 广哥一看法律宽散不管用了 又单独制定了一条法律 只要被认定为是维法犯罪 不管是小豆小摸 还是供业车上不给老年人让坐 或者是随机吐痰 见踏花草 不用上报朝廷 直接出此就行了 而死在这种严刑军法下的乌乌百姓 又有多少人 杨广在军事上很有作为 征土欲魂 征林义 征气丹 征高估力 但事实是 杨脚前脚钢麻 土欲魂撵走 后脚人家就回来了 等于白猫糊一场 征林义的时候 账还没打完 隋朝军民就因为长途跋涉而死伤过半 导致隋朝根本没有在林义建立其统治 结果又是一顿白猫糊 征气丹 同样是瞎耽误功夫 隋朝根本没有在这些地方建立过属于自己的统治 既然没有建立其统治 那这么折腾的后果就是 人死了不少 钱花了不少 粮草消耗了不少 结果啥也没牢找 三征高估力就更别说了 三战三败 损兵折将 国力大幅度下降 有人说 不以成败论英雄 阳光有开拓天下的雄心壮志 那就够了 他是有雄心壮志了 那那些无辜战死沙场的士兵呢 那些本来没有必要的牺牲呢 那些因为战乱而饱受磨难的百姓呢 他为什么是前古一帝 他凭什么是前古一帝 是的 他修运河 开科举 新文化 万国来潮 但他后期交车隐移 残害重粮 四处旅游 路里朝政又怎么算呢 他干过很多好事 但他干的坏事一定比好事多 他的眼里只有自己的宏图大志 自己的欲望和私利 自己的雄心和报复 他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给人们带来了好的生活 但当时的人们过上好的生活了吗 一个末世生命的帝王 一个亡国之辈 叫他一声昏君 不为过吧 第七名 后进高祖石敬堂 上榜理由 他好像是中国皇帝圈里混得最差的 石敬堂是个很能打的人 早年间 他曾经跟后堂庄总 李存旭一起组队 李存旭是个非常坑的队友 经常被敌王打给干坑 每次都是石敬堂 闪现夹击跑 才把他救回来 救完了后堂庄总 石敬堂又开始和后堂名中 李存旭一起组队上分 没想到李存旭比李存旭还坑 但大神就是大神 石敬堂一为九 硬是把李存旭带上了王者 如此说来 石敬堂的前半生 是个不折不后的铁血狠人 沙场征战 百战百胜 活脱脱就是一个 利于世间大筐吃英豪的形象 但坏就坏在 石敬堂统治并不甘心辅佐别人 他自己早有成绩的梦想 当皇帝不是个容易的事 五代十国那么乱 想当皇帝得有人支持你 中原大地上没人搭理石敬堂 石敬堂于是把心思 动到了契丹人的身上 借助契丹人的援助 他在乱世中开辟土地 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后进王朝 但王朝不是白来的 契丹人不可能给石敬堂白打工 石敬堂当然也很够意思 痛痛快快的就把烟云十六周 割让给其他人了 这几乎是一件一臭万年的历史事件 烟云十六周 大概是在今年的北京北部 天津北部 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 石敬堂将这大片土地和土地上的黎民百姓 拱手送给了契丹人 导致中原大地无险可守 袒露于游民族的威胁之下 这等于是高地塔没了 就剩下水晶了 后果太严重了 石敬堂没当皇帝之前 骁勇善战 能打不算 是颖天地地的豪杰 当了皇帝之后 文治武功 把后进发展的也是有模有样 但他割土称臣的行为 却实在是泰国为人不止 就算石敬堂本来是个沙托人 这种行为也不值得提倡 说回这段历史 后来四百余年间 西单女真金朝 蒙古西夏 纷纷接到燕云十六州 把中原政权 爱在地上一顿锤 他这一个地影响真是太大了 你说可气不可气 你说可恨不可恨 你说石敬堂是不是昏君 第六名 晋武帝司马炎 上榜理由 开国集昏君 司马炎你说你丢人不丢人 司马炎同志并非一个 传统遗伤的昏君 至少他当皇帝的前半段时间 表现一直很不错 他的爷爷司马一是三国待机王 携手自己的两个儿子 司马师和司马昭 一目一目蚕食了曹魏帝国 最后把胜利的果实 留给了司马炎 年格登基之后 文桃武略文治武功 还缔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太康盛世 但晋武帝似乎是个很容易 并满足的人 工作没有长劲 一看国家安定了 社会发展了 经济水平上来了 转过头就开始享受 而这位皇帝的享受方式也很简单 那就是往后宫跑 史书记载 晋武帝登基在侧的贫妃 将近一万人 朋友们 这可不是我胡编乱造 这可是有真实记载的 这还是保守估计 搞不好上万都是有可能的 贫妃一多 每天跟人睡觉 就成了个老大男 严格不愧是开国皇帝 很快想出了一个创造性的办法 他坐在羊娜的小车之上 随缘选择 羊在后宫里转悠 停在哪位妃子 寝宫门口 晚上就跟谁休息 想一想 一个整天最新后宫的皇帝 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很大的影响 并且 近五帝在治国方面 出现了很大的失误 他搞了一套分封制度 在全国大地大肆分亡 结果他本人驾崩后没多久 西进就爆发了八王之乱 那打的是乱七八糟 赶上那个打折促销的菜市场了 结果打来打去 把西进直接给打没了 半生勤勉 半生婚 非近五帝莫除 而他能榜上有名 主要是他这个身份的 也比较特殊 他是开国皇帝 而开国皇帝 刘备临死的时候 曾经抓着诸葛大帝的手 书过这么一句话 我儿子是个人才的话 你就多帮忙 我儿子要是不行 你就别管他了 自己当皇帝吧 诸葛亮心 他这话咋说的 这事上还有我带不动的人 事实证明 诸葛亮还真带不动 诸葛亮活着的时候 刘夹的表现还算可以 毕竟有大神带他 就算不能超神 但也至少可以和 卫国国打个五开 是的 就算是昏君 也有可宣可远的地方 刘夕发展过农耕 力行过节鱼 总体来说是个 宽厚朴素的帝王 但诸葛大卫一死 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三国乱世 蜀国作为不易 手艺达人刘备 屡败屡战 红脸大汉官 与惨死动吾 鸡肉猛男张飞 魂断睡梦中 徐州赤卫 金州一州 到处都是蜀汉仙猎们 留下的鲜血 刘夕其实是承担着 很多的一致的 就算他不能开疆吐吐 他也应该守好 这一亩三分地 但刘夕却偏偏 不好好的发展 他开始慢慢带正 光是偷懒也就算了 刘夕又特别 宠心换管 蜀汉江河日下 没两天就凉了 刘夕被活着到禁朝 人家问他 想不想见禁朝 他居然整得 此间乐不思蜀 国仇家恨 全都忘却 当真是可恨可怜可悲 可他究竟是真婚庸 还是假婚庸 是愚昧无知 还是大致若愚 悠悠历史 还是要各位观众老爷 自己判断了 第四名 汉非帝刘鹤 上帮刘 当了二十七天皇帝 干了一千一百二十七件 荒的事 咱们开门见山 先来交代一下 刘鹤干了哪些荒的事 西汉中期 汉昭帝家蒙之后 没留下儿子 谁当皇帝 就成了个大问题 全臣后皇灵机一动 选中了汉氏宗亲 昌一王刘鹤 刘鹤可以说 人在家中坐 皇位天上来 他马不停歇的赶往长安 想要登记为帝 到了长安之后 按规矩 得先到先帝 汉昭帝的灵堂 哭一鼻子 免怀一下先人 寄托一下埃思 没想到刘鹤到了灵堂 却表示 俺嗓子痛哭不出来 不哭也就算了 刘鹤还请了个西班子 专门跑到汉昭帝的灵堂里 演奏欢乐的曲目 荒唐怪诞 支持刘鹤的特征 到了皇帝之后 刘鹤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每天跟宦官和宫女私混 早上玩 中午玩 晚上通宵玩 中南的大臣通通赶走 坚定的臣子 全都留下 挥霍无度 大肆疯场 这些大臣可算是捞着了 直接把刘鹤当成提款机了 没钱就是找刘鹤要 刘鹤相当大方 只要有人来请安 就大把大把的给钱 昏庸无道 这四个字被刘鹤演绎的是 淋漓尽致 但现在史学家 对刘鹤却又有了一种 截然不同的看法 人们认为 刘鹤原本应该是个 表现还算不错的皇帝 他的昏君事迹 其实是被当时的 全人霍光虚构出来的 霍光想要掌控朝政 才列刘鹤为帝 但刘鹤是个狠人 根本不服霍光管 于是霍光就找营销号 黑刘鹤 这才把刘鹤黑成了昏君 成了昏君的刘鹤 白口莫辩 随即被废除 赫哥算退场了 但他仍然不经意见 完成了一项壮举 中国历史上 被废除的地方很多 但唯一有正式封号的 只有刘鹤一位 汉飞的刘鹤 也算是以另外一种形式 名流轻史了 第三名 伤诸王地心 上榜理由 未必是昏君里最昏庸的 但却是昏君里名气最大的 伤诸王简直成了昏君的代名词 人们只要一想到 关于昏君 暴君 伤诸王当人不忘的冲了出来 当昏君当得这么有影响力的 也就他一个了 也许连皇帝本人都没有想到过 自己能这么有影响力 有心在花花不开 无心当暴君 结果成了地圈顶流 而关于伤诸王的继续 也似乎是装装念念令人发指 大臣彼干是个忠臣 经常劝谐皇帝 皇帝那是相当不得意 不得意你把他开除了 把他处分了 辞退了不就得了 皇帝直接把彼干给解剖了 原因是因为彼干一直有圣贤之名 而皇帝想看看 圣贤的身体构造 是不是和正常人不一样 劝谐皇帝的大臣越来越多 皇帝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收拾 于是他致敬立项非常残酷的刑罚 叫做炮落之刑 这刑罚可太残忍了 直接把大臣绑在烧红的铜柱上 活活烙死 你想想 这得是多残暴的君王 才能干出这种事来 皇帝不仅残暴 而且穷者几欲 大清土木 大摆排场 结果商朝很快就领了便当 宣告凉凉 历来 有很多人说 商周王是为后世诬蔑的 历史文献也不能全信 针对这个观点 我不反驳法 我只说明一点 以上内容 想为商周王翻案 建议拿专业史料 弹幕白头 第二名 明司宗朱友简 上忙理由 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婚军 是的 他就是我们熟悉的重真皇帝 从自己哥哥手里接过的大明 是一个千疮百孔 满目疮痍的帝国 朝堂之上 全唤魏忠贤 把持朝政 大明官场 乌烟瘴气 国内民生疲闭 西北匪患猖獗 李自成张献忠纷纷起义 辽东一代 皇太极带领女人 虎视眈眈 随时要冲破帝国防线 这真是一个地狱难度的开局 重真登基 充分运用了自己的政治智慧 直接就把魏忠贤给陆月台了 朝野唤然一心 皇帝又开始处理匪患 但皇帝在诱人上去出了大问题 先用杨赫 再用红城仇 再用曹文昭 再用陈其渔 你以为这就完了 没完 再用红城仇 再用卢相声 再用杨四昌 再用熊文燦 又用杨四昌 大明的军事高层 赶上坐了过山车 一波接一波 换来换去 结果一个都没干好 皇帝好心好意 治匪患 但匪患却越来越猖獗 那对待辽东的女真势力 情况也不容乐过弯 原本辽东总兵 袁崇焕干的挺好 抗金很有喜色 但女真首领皇太极 搞了个反年纪 重真二话不说就上当了 直接把袁崇焕给弄死了 结果辽东也没事管了 多一猜忌 重真皇帝 一步错步步错 他想干好事 但总是办坏事 但总是有愿违 重真是昏君吗 我不敢断言 但他当时所面临的情况 却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境界 他将一个风有飘的帝国 苦苦之声了17年 有心杀贼 无力回田 自绝而死 以泄天下 17年里 他可能当过昏君 但绝对不会 整整17年都是昏君 每个人心里 都有一个不同的林黛玉 每个人心里 也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重真 第一名 北齐王朝 上榜流 单排的昏君 我见了不少 组团排的昏君 数你多一份 是的 你没看错 第一名的规冠 我不打算把他搬给个人 而是把他搬给了一个团体 这个团体就是北齐王朝 为啥呢 因为这个王朝虽短 但大部分皇帝 却都是各顶各的昏庸无道 堪称家族式昏庸 不搬个集体荣誉奖 简直太对不起他们了 开国皇帝高阳 前期很有作为 但后期秒变酒蒙子 喝多了酒就杀人 上午杀了一名百姓 下午杀孙女大臣 晚上杀其梦好友 一天不杀的三五十个 就不痛快 世祖高战 杀人更甚 比高阳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皇帝不仅爱杀人 还失分好色 把自己的皇嫂都给玷污了 实在是有为人伦 后主高伟 那就更蒙体了 活脱就一变态 吃喝嫖酒酱酱汇 坑蒙鬼片样上拳 放狗咬小孩 放蝎子折人 什么来损 他就专干什么 翻看北齐王朝的历史 简直就是一套变态大百科全出 有的皇帝爱杀 有的皇帝好色 有皇帝爱折磨人 有皇帝穷车急欲 有皇帝十分败家 当然 北齐也有过明君 有过灿烂的文化 但实在是 加不足上这三位爷 组团败名声 搞破坏 翻看中国历史长卷 明君年年有过昏君也很多 他们曾经登上历史的舞台 成为时代的主人 他们在史书上留下自己的事迹 然后逐渐沉寂 盘点昏君 并非是为了给大家拉仇恨 如果你能看到这里 你会发现 排行王里的皇帝 基本上都并非绝对的昏决 他们有恶的部分 但似乎也有好的地方 或者说是存在争议的地方 那问题来了 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什么呢 很简单 辨明善恶的能力 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 历史并非一家之言 我们要理性的去看待历史 而不是被别人所引导 但无论如何 别忘了 尊重历史人物 尊重中华历史 这才是我们这代人 学习历史的大前提 好了 我是历史骑士林有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下期想看我拍点什么皇帝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啦